各位你好 今天想和大家看一本书 一本德国书翻译成中文叫做发明疾病的人 现代医疗产业如何卖掉我们的健康 本书说明其实你是很健康 只是你不知道 当疾病变成工业产品之后 将任何人诊断成有病是很简单的事 德国最好的医药记者尤格·布雷熙 揭露了五种贩卖疾病的方法 一 将生命正常过程当作医疗问题 二 将个人问题和社交问题当作医疗问题 三 将疾治疾病风险当成疾病 四 将罕见的疾病当作四处蔓延的流行病 五 将轻微的症状当作重病前兆 布雷熙试图在书中证明很多疾病根本不是疾病 而只是为了促销药品 现今的医药工业重新 戒定了人类的健康 很多人类正常的发展阶段 如生、老、性和死亡都被视为疾病 全球运作的大型企业集团药厂 促成了发明疾病和其治疗方法 借以在市场上行销他们的医疗产品 而在很多耸人听闻的疾病报道中 都有这些企业在赞助 今天我们以很难分辨真正的医学和巧妙的医药行销之间 有什么分别 疾病于是成了工业产品 厂商和利益团体将正常的生命过程 扭化成医学问题 他们将生命医药化了 这个生命医药化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 到底对我们的社会 对我们的医疗体系 对我们的个人产生有多大的影响 这一切到现在都很少人说 更没有引起任何的争议 本书目的是要改变这种情况 书里面说到拍卖健康的规则有哪些 而我们如何可能自保不让健康被卖掉 布雷熙说 问题是医疗已发展到让人难以知道自己健不健康的地步 正是这一点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 我动手写这本书是因为我还想健健康康的活着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是可以在图书馆借这本书的 图书馆是有得借的 希望大家看一看 自己做自己的医生 好好地健健康康的活着 拜拜